嗨大家好我是空旺迷不满 这次呢接着来聊2019版的世界奇妙物语 这一集叫做永远的Hero 故事开始的时候 一群特色片打扮的怪人一言不合的就使出了各种超能力 开始为所欲为 他们首领的名字特别类人叫做杰鲁杰鲁杰 这时候男主角正义叔出现了 他也是一副特色片打扮 在像奥特曼一样一阵拳打脚踢之后 成功制服了杰鲁杰鲁杰 把这帮怪人扭送到了派出所 而正义叔本人呢则变回常人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原来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发明了一种能改造人体的装备 但是呢也有坏人穿上它们开始为所欲为 这种人就被称作怪人 政府呢也为此专门把警察改造成了战斗力超强的英雄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抓怪人 而正义哥呢就是其中比较厉害的一个 现在总部为了表彰正义哥 特意给他送来了最新的装备 有了他单挑boss一刀九十九级什么的 再也不是梦 同事和领导都很羡慕 当天公司聚餐的时候 同事们各自聊起了自己的家人 正义哥说自己妻子去世的早 留下女儿孤孤单单的 自己还好久没有和他见面了 很是内疚 同事们也颇有同感 纷纷说自己太忙 已经好阵子没有陪伴家人了 那他们怎么这么强 全都常年见不到家人呢 大家很快就知道了 刚晚正义哥回家的时候 女儿正好发来了视频 原来呢 正义哥这些年一直是在通过视频 和宝贝女儿联系的 现在两个人聊了很多 妇女之间的话题 其中有两个细节比较重要 首先是 女儿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但是她立刻掩盖了过去 其次呢 是正义哥立下了一个flag 说明年自己就要退休了 到时候要带着宝贝女儿 到处好好玩 女儿听完表情 瞬间变得很复杂 但是正义哥是个大助体子 察觉不出这些小情绪 这一晚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上班时 正义哥发现又出现了一个怪人 这个人中二满满的称自己是 凯撒大师 说要把一种超级致命的病毒 散播到全世界 正义哥看得一愤填膺 对其他怪人一通拳打脚踢 想要打听出凯撒大师的下落 不过呢 并没有什么用 最后还是同事用高科技 搜索出了对方的下落 正义哥知道之后 也不管其他同事了 自己一个人就敢去和凯撒大师打了起来 可等他踢到对方的时候 才发现眼前的只是一个幻想 看来这是中了陷阱 果然凯撒大师趁机就撒下一张大网 准备借此摆平正义哥 这个时候呢 女儿刚好又发来视频 这让正义哥充满了力量 那之前我们说过 总部给他发了一个超强的变身腰带 正义哥启动他之后 就变成了超然正义哥 一招就解决到了凯撒大师 正义哥高兴坏了 当场把这件事情告诉女儿 没想到女儿知道之后却很难过 说就算这样又能如何呢 说完就挂断了视频 正义哥听到这里 隐约觉得女儿出了什么事情 便跟上司请假要去看女儿 上司本来还挺正常的 但一听正义哥要去看女儿 就言辞拒绝了 这让他更加奇怪 接下来正义哥就强行矿工 跑回了自己家里 结果呢吃惊的发现 自己家居然是一片荒地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正义哥找到上司闭问实情 上司也是知道瞒不下去了 就告诉他 他的宝贝女儿 其实只是一个人工智能 而且不光他的女儿 所有同事的家人都是AI 总部就是想用这些家人 雇雇大家继续战斗下去 当然正义哥家里会有女儿的照片 脑海里也会有他的记忆 不过这些都是假造植入的 这件事让正义哥备受打击 当晚他就告诉女儿 自己不想再当警察了 毕竟连女儿都是假的 自己还在保护些什么呢 没想到女儿却说 自己要真的是假的就好了 这让正义哥又吃了一惊 原来呢 其实女儿才是活在现实世界的真人 不过她身患重病 正在住院 明天就要去做手术了 而且据说 手术成功的几率 微乎其微 前阵子 她就是在无聊和绝望之中 下载了一款英雄打怪兽的游戏 而正义哥就是她定制出来的英雄 这款游戏还可以自定义关系 女儿因为现实里面缺乏亲情 就把她定义成了父亲 她说 在这些绝望的日子里面 只有正义哥总是鼓舞和感动着自己 可以说 她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 正义哥本来得知自己 活在游戏世界之中之后 三观几乎崩溃 但是女儿的一席话 让她再次振作起来 第二天 正义哥得受精神 重新回到岗位 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故事呢 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那 布玛稍微脑补了一下 既然正义哥是游戏世界的角色的话 那么当她开始打怪 一定就是有人在操作她了 那么就可以猜测 也许女儿的手术成功结束 并且已经可以玩手机了吧 希望真的是这样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给布玛点赞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